你好,欢迎来到艺术艺课,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书是 这样求职就对了,用猎头思维找到好工作 职业顾问将教你用更高效的方法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现实生活当中,关于求职的困扰多种多样 父母想让你去国企或者事业单位,觉得体制内的工作安稳,福利好 师兄师姐则建议你去外洗,那里高端洋气,公司氛围比较好 再或者,你拿到了两家公司的offer,两家公司薪酬福利相似 但是其他方面各有利弊,A公司环境简陋 但同事们年轻有热情,跟他们相处很舒服 而B公司呢,则工作环境很好,但是公司同事年纪比较大 跟他们的共同话题比较少 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选择呢? 关于求职的各种困扰,都可以在《这样求职就对了》 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作者是龚宇 他在人力资源、猎头和职业咨询领域从业了15年 创办了首家职业认知机构《赛节咨询》 在职业认知这个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这本《这样求职就对了》将教你利用猎头思维 在充分认知职场和自我的情况下 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学习这本书的重点内容 首先,我们要理性地认知职场 其次,要对自我有清晰的认知 最后,利用对职场和自我的认知 锁定职业目标 积极做好求职前的准备 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好的,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如何认知职场 我们将从求职的底层思维 和认知职场的方法 这两个方面来讲述 我们先来说求职的底层思维 求职是一个做决策的过程 我们要秉承先认知再选择的理念 这就是作者说到的猎头思维 在收集相关职业信息的时候 要尽量用数据和事实来表现职位 分清关于职位信息中的事实和观点 并且做到对抗自己的情绪化 用批判性思维来解释这些信息 这就是求职的底层逻辑 关于职业的大部分问题 其实都可以用数据和事实来表现 比如说某个公司的文案策划 月薪五千元 上下班路上各需要一个小时 职业的晋升周期为十八个月 晋升后的薪酬为每月一万元以上 年终奖为两个月的工资 你看这个职位的相关信息通过数据 就都表现出来了 说完了数据 我们再来说一下事实 相对数据来说 事实就不那么好判断了 因为它容易和观点搞混淆 举个例子 听说在互联网工作薪水很高 但是也很累 这个句子是观点还是事实呢 很多人以为这是事实 其实它是观点 如果错误地把观点当作事实 就会对某个职业做出主观判断 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 听到互联网工作薪水很高 但是也很累的说法 可能就会产生投身其中的想法 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 薪水也就三千元 经常需要加班 后悔不已 所以说在进行职业信息的搜集时 应该学会辨别事实和观点 让自己对职业有更理性的判断 事实是可以通过证据证明的事物 而观点则需要用事实来证明了 了解事实需要做大量的搜索 调研和访谈工作 或者请教专业人士 以及相关人士 除此之外 还要对信息进行筛选 分析和甄别 在收集到足够的职业信息后 不要急着做决定 而应该去情绪化 再用批判性思维 甄别信息 那如何对抗自己的情绪化呢 你可以尝试这样做 在他人表达自己 对某个职业的观点时 你将关注点从信息本身 转移到 自己对信息产生的反应上来 观察这种情绪 并在第二天 努力回忆一下 当时的情绪 搞清楚自己的情绪来源之后 再做理智的判断 作者在求职方面 就有情绪化的经历 他在求职时 经常就听到表姐吐槽 咨询行业非常的累 天天要加班 从而对咨询行业 就产生了恐惧 后来通过对从事 咨询行业的人的接触 他才发现 虽然说这个行业很累 但是个人成长很快 物质回报也很丰厚 世界上并没有完全光鲜的行业 那种钱多 事儿少 离家近 还福利好的工作 只存在于段子中 面对那些 可能是事实的事 先不要着急做决定 而应该冷静下来 对抗自己的情绪化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之后 我们还要学会 利用批判性思维 分析信息 与传统思维方式的 接纳总结不同 批判性思维方式 重在对接受的信息 进行提问 质疑和评估 想要辨别和评估事实 可以将信息分为三类 记录类信息 评估类信息 以及建议类信息 记录类的信息 描述的是 具体情况和现象 如实记录就好 比如我月薪三千元 就是记录类信息 评估类信息 包含着人的态度和喜好 比如 你这个工作薪水可真高 这就暗含着羡慕 建议类信息 以建议提示为核心 通常含有 应该最好这类字眼 对不同类别的信息 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 记录类的信息 如实记录下来就好 而对于评论类 以及建议类信息 我们就要保持警觉 需要去找到这类信息中的 事实依据 形成自己的判断 好的 说完了认知职场的底层逻辑 我们再来看一看 认知职场的方法 我们今天重点的介绍 两个方法 职业解剖和使用职业地图 先来看职业解剖 我们通常会将职业解剖 为三个部分 职业条件 职业状态和职业价值 他们统称为职业三要素 这三个要素 都可以用数据和事实 来进行描述 职业条件就是 这个职业能够带给你的回报 这些回报是具体的 可以量化的 比如说 薪酬多少 头衔是什么 管理多少人 负责哪片区域 有哪些福利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验证的 不以人的主观感受为转移 值得指出的是 同一个职业在不同的行业 甚至不同的公司 其职业条件 也会表现得不同 比如说同样是程序员 在互联网巨头公司 和新成立的小公司 职业条件会相差甚远 好的 说完了职业条件 我们再来看一下 职业状态 它指的是 不同的职业特性 给人带来的 长期的持久性的状态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投行人士经常参加各种酒会 给人光鲜亮丽的感觉 但是与此同时 他们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 以及长期的出差周期 这一点很多人无法接受 而在国企工作的人 会给人稳重刻板的感觉 他们享受着比较好的福利 但是缺乏创造力 和积极进取的心态 这就是不同的职业状态 说完了职业条件 职业状态 我们再来看一下职业价值 它指的是 在单位时间内 可以积累到的职业资源 这里的职业资源指的是 在职业中 能够变现的能力要素 和优质的人际关系的总称 比如说工资多少 能不能认识 对自己有价值的人 这些都是职业资源 考察某个职业时 要检验该职业 能为我们的能力 和人际关系积累到什么 这就是职业价值 职业价值等于 时间乘以能力 加上人际关系 我们在判断 某个职业的价值时 可以利用这个公式来验证 说完了职业解剖 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利用职业地图 对职位进行深度的剖析 在前面我们提到过 要用猎头思维来找到好工作 职业地图法就是猎头经常用到的方法 普通的求职者也可以借鉴使用 这个方法可以分为三步 首先将整个职场看成是一张地图 并且画出组织架构图 在职业地图里面 每个社区代表不同的行业 而社区里的大厦代表着不同的公司 大厦的楼层就是不同的部门 而楼层里的每个办公室 对应的就是具体的职位 每个职位我们都可以用 行业 企业 以及部门来表现 就像地图上用精纬度 来标记具体的位置一样 比如说游戏策划 我们可以用互联网 腾讯公司 游戏部来定义它 画出职场地图以后 要找到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 并且画出头部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与此同时 还要将公司的上游和下游串联起来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其次 要对自己进入的可能性 以及职业趋势进行分析 画出职场地图和头部公司的组织架构图后 求职者可以通过网上的招聘趋势 和薪酬调查报告 以及企业在招聘网发布的招聘信息 来预估某段时间 特定行业或者公司的人才缺口 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分析职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最后需要收集职业状态和条件的相关信息 决定在哪里工作 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小 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行业 企业或者职位上 在网上搜集信息 或者对业内人士进行访谈 弄清楚这个职业的三要素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理性的选择哪家企业的机会 好了呢 说到这儿呢 关于如何认知职场的问题 我们就说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进行认知自我 我们将从辨别自己的价值观 制定人生目标 以及盘点职业资源 这三个方面来讲述 我们先来辨别自己的价值观 简单来说 价值观就是人们内心 对于人生中的各种事物重要性的排序 什么最重要 什么次重要 什么不重要 这些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对个人的职业选择 有重大影响 比如说 想在事业上有突破 又担心身体无法承受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看重事业的人 可能会选择拼事业 而重视健康的人 则会优先保证 自己身体健康 这就是价值观 对工作选择的影响 所以在对自我进行认知时 必须要先搞清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有三个特性 第一 在没有舍弃的情况下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人都是贪心的 金钱 地位 人脉 亲情 爱情等等 这些都想要 如果问你最想要什么 你可能自己也达不上来 如果只允许你选择一样 经过艰难的抉择和狠心的舍弃 答案就会浮出水面 价值观的第二个特性就是 它需要持续确认 因为我们的欲望 需要被持续满足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人的欲望是不同的 年轻的时候需要打拼事业 来奠定以后的物质基础 人到中年有了自己的家庭 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 老年以后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 会更看重健康 在每个人生阶段 我们会有不同的状态和诉求 这些会影响我们的职业选择 价值观的第三个特性是 需要依靠行为来做确认 人们是根据行为来判定人的价值观 而不是通过其他 比如说小明很羡慕对门寝室的学霸 他既能开发APP 又精通几国语言 还创建了自己的网站 小明虽然眼红 但是自己不肯努力 仍旧整天沉溺在打游戏刷剧中 虽然他也很想拥有学霸那样的能力 但从他的行为来判断 他更看重个人享受 而不是奋斗和事业 通过辨别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会发现 职业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生命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比如家庭责任 自己的爱好 友情等等 职业认知的本质 是要让我们更正确的看待成功 幸福和我们的生命 不管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都需要为此设定目标 并努力实现 那接下来呢 我将告诉大家 如何通过三个步骤制定人生目标 首先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找到人生目标 你需要找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段 至少保证有一个小时 拿出几张白纸 或者在电脑上打开文档 在纸的顶部或者文档顶部 写下一句话 你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紧接着要把脑海中闪过的想法 都写下来 任何想法都可以 然后你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写出来的目标 能够让你尖叫为止 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沉下心来 专注于此 会发现并不容易 写下目标的过程 是深度解剖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想法会让你感到兴奋 或者有些心动 但它们还是不足以让你尖叫 你要将这些目标标记出来 在回看的过程中 它们可能会启发你 产生新的目标 记住 那个让你尖叫的目标 才是你真的人生目标 其次 要将终极的人生目标 拆分为具体的 可执行的小目标 判断目标是否有效 有两个标准 这个目标能够量化 并且有截止时间 举个例子 我想升职加薪 这个目标呢 就很抽象模糊 我要在三年内成为市场经理 月薪达到三万元 这就是有效的目标 它有可量化的指标 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后 我们还要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 很多人混淆了职业方向和职业目标 职业方向通常比较宽泛 比如 我想在互联网行业发展 就是职业方向 而职业目标 必须有明确的职业指向 通常来说 它应该是当下 职位晋升后 一至两个级别的职位 并以工作五至八年 能够实现为时间标准 说完辨别价值观和制定人生目标后 我们再来说认知自我的三个问题 盘点自己的职业资源 职业资源包含六个方面 知识 能力 才干 人脉 名声 和热情 在这里呢 我们重点来说一下 知识 才干 和人脉 这三个方面比较基础 也很重要 对我们的职业发展影响重大 职业资源里的知识 包含理论类知识 和经验类知识 前者指的是 某个行业入门的知识 比如程序员 就必须要懂得紧门 计算机语言 从事会计方面的工作 需要有相应的资质 这是职业的敲门砖 而经验类知识 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 积累起来的 在书本上学不到 这类知识体现了自己 对职业的敏感度 比如从事市场工作的人 会对发生的热点比较敏感 并且会根据热点事件 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收完了知识 我们再来看一看才干 它指的是 特殊的天赋或者物性 这是你区分于他人的 重要标签 才干可以表现为 特殊的能力 思维 甚至是感觉 你轻轻松松 就能做好别人做了很久 都做不好的事情 这就是一种才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 有的人逻辑思维强 对数字比较敏感 这种人就适合去做研发 有的人表达能力好 而且不怯场 这类人就可以做培训 或者主持类的工作 有的人自带高光 非常有人格魅力 大家愿意追随 这种人当领导会 如鱼得水 说完了知识和才干 我们再来看一下 职业资源中的人脉 它只能是在职业发展 范畴中产生的 直接或间接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社会是熟人社会 如果有贵人相助 我们的职场之路 就会畅通很多 卡奈基曾说过 一个人的成功 85%靠人脉 15%靠专业技能 可见人脉的重要性 人脉可以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企业内部的 另外一种是企业外部的 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不仅要看赚了多少钱 积累了多少经验 与此同时 也要注重人脉的积累 因为这也是我们重要的 职场资源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 如何正确求职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讲述 用项目管理心态 来玩转求职 撰写简历的技巧 以及蔑视的策略 我们先来看 如何以项目管理的心态 来求职 简单来说 就是把求职 当做一个项目来做 这个项目的目标 就是获得某公司 某个职位的offer 我们还要给自己设定 项目周期 项目资源 以及项目计划 在开启项目管理 心态求职的过程中 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保证每天 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投入 大部分求职者 都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每天 大概花一个小时 在求职上 刷新一下简历 或者发发邮件 可是本书作者 建议求职者 每天应该投入 四个小时在求职上 每周要保证 有二十个小时的时间投入 只有保证了足够的时间 你才有更大几率 找到满意的工作 其次 学会调动人脉资源 来帮助自己完成项目 能够调动的人脉 也是有效的人脉 调动相应的人脉 来帮助自己 还能让自己更自信 因为从项目的角度来看 那些高高在上的职场前辈 和H2 不过是你的合作伙伴 来配合你 来完成项目 其次 要为求职这个项目 制定预算和经费 这是在为你的前途投资 你可以请内推你的朋友吃饭 或者是给推荐人 买个小礼物 第四 要定期对项目 进行评估和调整 求职的过程 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会遇到各种困难 可能你想要去的公司 没有给你面试邀请 或者你拿到手的offer 都不太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重新审视整个项目 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调整 以便更快地找到 理想的工作 最后项目顺利完成后 记得适当地奖励自己 这就是项目的回馈 适当地奖励 让自己更懂得珍惜 也会更加地重视这份职业 那说完了 以项目管理的心态来求职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 简历撰写的技巧 简历呢 是找工作的敲门砖 需要精心制作 这里有几个简历制作的原则 可以让用人单位 更快地发现你 首先 简历的内容 要力求精简 只需要体现 个人的基本信息 明确的求知意向 以及倒序的学历 和工作经验即可 不要说无关的废话 不要有抒情性的表达 比如说 对某段经历表示遗憾之类 其次在撰写工作经历的时候 要尽量用数据和事实说话 避免空泛的表达 举个例子 你策划的市场活动很成功 与其说策划的活动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如说策划的市场活动 让项目当月的销售额 增加了十万 除此之外 在撰写工作经历的时候 可以巧妙地加上 行业内特有的名词 或者是比较知名的客户 供应商等 以增加自己的专业度 写工作经历的同时 务必要展现工作成果 对于没有成果的事务性工作 简单带过就可以了 再次 一个职位对应一个版本的简历 不要用一份简历 去申请所有的职位 这样的简历更有针对性 简历撰写的核心 在于对称性 就是要让你自己的资质 精确匹配职位要求 两者的契合度越高 你获得这份工作的可能性 才越高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你可以先将企业的 职位描述罗列出来 然后将自己的简历 和职位描述对号入座 举个例子 某家企业要招聘 人力资源专员 职位描述里面有一项是 办理每月社会保险 和供基金的缴纳 那么作为应聘人员 就应该将自己对应的 工作经历 挑出来详细的描述 比如可以在简历上这么写 负责公司一百余人的 社保供基金缴纳 并根据人员变动 来调整名单和缴纳的金额 从业两年来 没有出过差错 这样你的工作经历 就和职位要求 完美匹配上了 如果职位描述中的工作内容 你不熟悉或者缺乏这方面的经历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通过现象 看本质 从职位描述中提炼出这份工作 需要的核心素质 并利用能体现这种素质的 其他经历来代替 最后如果你申请了是特殊岗位 最好附上作品 比如设计师 文案这类职位 需要附上过往的作品 让佣人单位更好 更快地了解你的实力 新媒体运营这个职业 也可以附上自己策划过的 比较有影响的案例 好的 说完了简历撰写的技巧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求职的最后一个部分 面试的策略 企业的面试通常有三轮 面试官分别为H2 业务线以及公司高管 根据不同的面试官 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我们先来说H2的面试 H2着重考核的是 应聘者的个人综合素质 基础的业务情况 以及职业规划 H2和业务主管 都喜欢采用结构化面试 以STAR原则为基础 结构化面试能够保证 求职的公平性和严谨性 它的特点是 有统一而有效的标准 对所有的求职者运用一致 同时又和工作有关的能力 除此之外 淘汰的理由 是基于工作本身的要求 而非其他 结构化面试的前提是 通过求职者过往的行为 来推测他未来 在工作中的表现 面试官就是通过STAR原则 来挖掘求职者过去的行为 STAR原则又被称为 星星面试法 它是四个英文单词 首字母的缩写 S是Situation的首字母 指的是情景 T指的是Target的首字母 指的是目标或者任务 A是指Action的首字母 E为采取的行动 R则指的是Result的首字母 指的是采取行动后的结果 在面试的过程中 面试官会问你 你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 做这个策划案的 这是在询问情景 紧接着他会问 这个活动策划 要达到什么目标 这就是在明确目的 再接下来 H2可能会问 你这些策划案执行了如何 对应STAR法则中的行动 最后H2会问 策划案中的活动 取得了什么效果 这就是星星法则中的结果 这么追问下来 面试官基本上 就可以了解到 你过去的工作情况 在应对星星面试法的时候 根据真实情况作答就可以了 尽量避免或者减少 模糊不清的用词 此外你还可以找个朋友 进行模拟面试 反复练习或者转换角色 自己来扮演面试官 看看对方会怎么提问 这些方法都可以提升 你在面试时候的表现 对于个人综合素质 和基础业务情况 H2会采用星星法则 对于职业规划 H2就会问得比较直接 对于这个问题 你要掌握一个原则 那就是你有清晰的 职业发展主线 这条主线可以是业务项 也就是你希望把自己的业务 做到精深 也可以是管理项 也就是你想从普通职员 做到管理层 总之你要有这样的职业发展主线 说完H2的面试 我们再来看一下业务线的面试 在这轮面试中 面试官一般为直线部门的领导 或者相关业务专家 考察的是求职者的业务水平 面试官也会用到星星法则 问到求职者过往的工作经历和成果 求职者往往需要提前整理好 简历中提到的数据和案例 详细地阐释这些工作经历和案例 除此之外 业务线的面试还会涉及到行业的市场环境 竞争公司的策略等 这就需要求职者平时多留心这些信息 在面试之前认真做好功课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高管轮的面试 如果说前两轮的面试是结构化面试 那么高管轮的面试会更随意 或者说不动声色 高管们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 他们通常不会跟你聊工作 而是聊一些生活和日常 甚至聊到人生理想以及家庭等 以期待了解求职者的性格 背景价值观等 看和公司的文化是否吻合 共事是否愉快 高管们有自己独特的识人之术 求职者在尊重的前提下 做到大方自然 真实表现自我就好了 好那说到这儿啊 这样求职就够了这本书的内容 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我们聊到用先认知再选择的原则 来找到心仪的工作 共讲到了三个重点内容 首先是要理性的认知职场 将职场信息用数据和事实表达出来 并学会分清事实和观点 对抗自己对于职业的情绪化 用批判性思维来甄别收集到的职业信息 这是求职的底层逻辑 除此之外我们讲到通过职业解剖 和利用职业地图的方法 来进行较为深度的职业认知 其次我们聊到要正确的认知自我 从辨别自己的价值观 制定人生目标和锁定职业目标 以及盘点自己的职业资源 三个方面来讲述 最后在对职场和自我进行理性认知后 我们聊到如何把两者进行匹配 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 我们从用项目管理的心态来求职 简历撰写的技巧 以及面试准备的策略 这三个方面来展开 这样求职就对了 为我们提供了求职的新思路和方法 能提升我们的职业认知 值得指出的是 现实情况在发展变化 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不相同 我们在进行这些方法的同时 要注意结合当前的实际 不必过于拘泥于书中的理论 好的 以上就是 这样求职就对了 这本书中的主要内容 希望它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同时也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 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谢谢收听